其實我想起來也覺得挺奇怪 我對著一個人說話會很怕害羞 但我對著一群人說話會很怕害羞 我上了台就好像進了另一個模式 我覺得每個人都害羞 但不同 各種害羞不同 慢熱 慢熱 大家都慢熱 大家都慢熱 人與人溝通 很多時候可能要溝通技巧 但寫歌或自己的歌 不需要有溝通技巧 我會玩一首叫漸漸的歌 簡單一個輕鬆的擁抱 怎麽也難做到 是中國人 特別是中國人 特別內向 對於親情這件事 沒有那麼表露無遺 很多時候 我們小時候會對家人說愛你 會抱他疼他 但過了就不會了 但其實心裏面仍然好像是他 所以就會問自己 為何一個很簡單的用法 他做不到 有時我看以前小時候送給你的生日卡 我竟然會說 爸爸我愛你 那些竟然會這樣寫 我想起原來自己小時候也曾經是這樣 比較率直 還有會想給別人一種衝擊的感覺 我們玩的歌是會想有些衝擊感 有些情緒的情緒 香港人聽音樂 不要只聽開他們 我想給他們一些衝擊 告訴他們音樂可以是這樣的 有時有些樂隊是 可能兩支Bass的 或者可能全隊樂隊都是Bass的 啟發到自己 原來音樂不是只有一個吉他 一個Bass 一個鼓 就是不是有一個框框在這裡 就是可以你怎樣玩 鬥一個吉士 這裡全部的器材都是借的 朋友 套鼓都是別人不要給我的 我覺得一個人 最重要是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找不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有目標 找到自己喜歡的東西 就可以很開心 可以請問一下 身體 又在那裡 我們不願意 有沒有不願意 我們不願意 但不願意